朱先生能看看这个阵吗 有一定的难度 但实测原版可过 贝塔无解 久不清楚 想看看朱先生崩溃的样子 呵呵 我笑了 想看我崩溃的样子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相信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了 这玩意圆版真的能过 你确定没有骗我 不过好像他也没必要骗我 我们来好好捋一捋这个阵法 这个阵法呢 必须从第三路突破 然后必须用一个小鬼吃掉弯掉射手 踩到土豆雷 然后另外一个小鬼的吃向日葵 这时候我们剩五十阳光 这五十阳光可以踩四路的土豆雷 也可以踩这个二路的魅惑菇 吃掉三路的阳光之后 四路必须用一个小鬼突破四路 然后二路呢魅惑一个 然后另外也是一个小鬼突破二路 必须这样打 哎二四路果然只用一个小鬼就通关了 那这个一路怎么打呢 一路的胆小菇说头了 那是不是我们一路要放一个小鬼呢 我们看一下 哎这个小鬼果然吃掉了 哎不对操作错了 被窝瓜砸死了 我们必须用一个小鬼骗掉窝瓜 重来一把吧 操作呢和之前是一样的 必须用一个小鬼突破弯的射手 好这时候我们选择 先搞掉二路的魅惑菇 有阳光之后再搞土着雷 再放一个 完了完了 是一个黄油投手 那不行了 那要重来一把 第四路的玉米投手 不能投出黄油 投出黄油的话 这一关你就没法过了 我去 刚说完 来吧 继续 啊又被打死了 我就不相信了 这第一步我还能搞不过去 好终于搞过去了 先把二路的魅惑菇搞掉 先放小鬼才主着雷 迅速的二四路 同时放上两个小鬼 希望不要投出黄油啊 nice应该是过了 二四路过了 那么这个胆小菇缩头之后 我们一路用一个小鬼骗掉窝瓜 哎好 这个窝瓜骗掉了 现在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小鬼 直接破掉一路 那么这个一二三四路呢 我们就成功解决掉了 那么第五路怎么办呢 第五路我们现在还剩150阳光 意思就是说 必须要用三个小鬼突破第五路 这个坚果墙可以不用理它 这个坚果墙就是来拖延你时间的 我们用一个小鬼啃掉坚果墙 算了 直接放三个小鬼吧 一个小鬼啃得太慢了 放三个小鬼看看能不能走过去 走不过去的话 我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小鬼怎么能走过两个地次呢 你没有骗我吧兄弟 前面呢就不重复打了 我已经打过很多回来 前面就是刚才我的那样打法 打到最后呢 剩余150阳光 也就是三个小鬼要突破第五路才行 我们等前面一只小鬼先走 后面两只小鬼紧随其后 三只小鬼保持一定的距离 看看能不能走过去 完全走不过两个地次啊 这怎么玩的呀 头皮开始发痒了 疯狂挠头都过不去 前面的坚果呢 太浪费时间了 我直接给他挖掉了 我们直接测试三个小鬼 到底能不能走过这一路 如果能走过这一路的话 就代表这个阵法是可破的 就在我砸电脑的最后一秒 我突然发现 有一个小鬼 他居然走过去了 他妈的 打这一关简直是气死人啊 一下午的时间就被浪费在这一关了 我建议心态不好的人 一定不要玩这一关 我怕你们心脏受不了 这一关完全就是来浪费你的阳兽的 阳兽不够用的人 千万不要去尝试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